好創下国民党内的夺权战争 李嘉芬说背后背开枪之后 韩国瑜正面开枪 但是韩国瑜五点声明正面开枪之后 自己也受伤 然后在网路上黄光琴在开李嘉芬的枪 为了板碎这一场战争 现在看起来韩神的泡沫化跟小红的效应 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民党这一场黄袍之乱 就是到底黄袍加神要怎么加 这个黄袍之乱越演越乱 然后目前为止看到是说 韩国瑜夺到了黄袍 但是恐怕有失去江山的一个危险 所以这个整个局面 就现在变成对韩国瑜非常不利 为什么呢 昨天吴敦毅花了好大的力气 做了一个free size的黄袍 大家都可以进来穿 大家来自初选民调 这样以为说这样子就可以皆大欢喜 没想到一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更不高兴了 郭台铭人在国外没有表态 所以郭台铭到底怎么样看法是不知道 然后王金平就觉得很不公平 朱立伦也觉得不满意 然后没想到韩国瑜 反而不好讲话了 然后他是受伤最大 那为什么是韩国瑜受伤最大 因为他昨天又同时出了两件事情 引起了反弹又更多 一个呢 就很多人连董念台都出来讲话了 这个不是江湖道上的道义啊 什么道义 就是那个 反而很虚想说 你那个郭台铭又不是跟韩国瑜不认识 你见过两次面 你要参选 你应该跟郭台铭 你应该跟韩国瑜讲一声啊 不报备 没意气 然后那个大家就想说 你是谁啊 你这么大哦 郭台铭要报备哦 所以这件事情就有一个反感了 然后再过来呢 韩国瑜就出来了 他终于呢 他脸书好久没有贴新的文章 只有他在先前贴在美国的一些访问的东西之外 贴了一张文章叫做 假韩粉退散 哇 那假韩粉退散之后呢 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现在你又开始讲爱与包容了 你拿到了黄袍之后 再也爱与包容了 然后那些前面帮你那个杀的砍的人 你现在是干嘛 用尽折丢吗 所以他的负面的声量 又重新的又更多了 你的意思是说 韩粉本来像红卫兵一样 杀杀如略 杀了党内自己的王金平 杀了党内自己朱立伦的总统梦之后 杀完一轮之后 被郭台铭将了一军 然后韩国瑜赶快切割说 那都假 那都假韩粉 那个不是我的支持者 对 可是这样子讲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不会是这样子 连罗志强今天在受访问的时候说 他自己觉得 他自己也受很多攻击 一半一半 我这两个说 我还是韩粉的大阿哥 大师兄 结果连大师兄讲说是一半一半 所以这个东西对韩国瑜的伤害都越来越多 而且这种伤害里面 那最重要是说 韩国瑜的武将声明里面 出来之后呢 对他最伤的其实是 你真的这么急吗 你是不是应该把高雄市给做好 所以呢 你看到八百壮事里面 有两个在高雄附近的 住在高雄的那个两个八百壮事的 两个领导者呢 都说希望他做好四年 而这个东西是有发酵的 我是桃园眷村长大的 结果没想到呢 今天早上呢 宪兵退役的中校 然后右校 空军右校退役也是中校 我们这几个同学 那时候也是开车车下去 跟着三三大造势的 开始问我说 哎 少下 你跟我们谈一下 是不是他应该做好四年比较好 所以你看到 他的这个真正的核心的力量 都在往后退散了 然后这种红卫兵 然后当然也是呢 眷村小孩里面就是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哪有那么扭扭捏捏的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 如果现在 不然国民党现在还在讨论 到底要怎么样的协调 是民调 到底是要全民调 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规矩没出来 所以让大家人心惶惶 可是照这个局势 再走下去 加上韩国瑜现在 在网络上的负面声量 远大于正面声量 三倍以上 恐怕真正到了 要注意民调的时候呢 韩国瑜恐怕 不会是像现在一样 遥遥领先的 你的意思是说 像无独立的游戏规则 叫做全民调 然后全民调 其实所有人都来调 所以郭台铭也可能调 韩国瑜也可能调 那当然朱立伦 王金平也都有机会调 然后最有胜算的 当然是韩国瑜跟郭台铭 那以全民调的初选走下去的话 韩国瑜未必有升算 因为他的负面能量 负面声量是不断的累积 包含黄光琴在脸书上呛说 当初出了这一个 跟着月亮走的版税 李嘉峰直接先拿走版税走人 这件事情当然也会 在这个讨论里面 讨论到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不是要帮平民吗 你们不是要帮那个吗 你们是不是不在乎这些的吗 你们是跟庶民站在一起的吗 怎么连一个版税都已经拿走了 然后拿走之后 黄光琴先前的时候呢 你被人家攻击 尤其攻击他最心疼的儿子 你没有出来讲话 然后后面呢 人家在攻击黄光琴的时候 没有出来讲话 而且还有很多人 就抓着这本书说 你是你黄光琴贴上去的 是你黄光琴贴上韩国瑜的 好像把黄光琴骂了一顿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出来 是大概一阵子前之前呢 黄光琴突然接到时报那边的通知 而说你的电子党被李嘉峰那边派了拿走了 那黄光琴很在乎 出版社通知黄光琴 对对出版社 因为黄光琴很在乎这件事情 为什么在乎 因为他都是海外版权 那黄光琴来讲 本来我就已经是拿了那个作者费就算了 可是海外版权是什么意思 海外还像看中文的是哪边 中国大陆嘛 对 那中国大陆对黄光琴来讲 他才不愿意 完全不愿意说我的名字 给你放在中国大陆发行 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尊重我的助纣人权 所以就去问 在问的时候才了解说 这个根据已经卖的书 然后大概多少钱 然后根据版税抽 一算说不对啊 那那个版税 第一版的版税 大概黄光琴自己算是一百二十几万 应该是已经好了 那你发现说已经被直接领走了 那当然就被领走了 他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然后呢 后面讲说他领走了 你说当时跟我讲是要做公益 可是我怎么看了半天 都没有任何任何通告 告诉说做到哪边的公益 然后当时的时候呢 文家兄 文家夫妻还跟我提到的是说 他们觉得说 怎么连这样一个账户都弄不清楚 这样子能够自理市政吗 那时候还没想到 这么多的事情 可是记得这一段时间 他还是持续的被攻击 一路的变攻击 然后就说你出这本书 只是你要去贴 你要去怎么样 光琴就非常生气了 记了律师函 然后没想到记了律师函以后 人家还是这种不回不印 或者最后呢 李嘉芬终于跳出来 三点回应他 但光琴还是问说 你就讲一件事情 你那第四点 你到底捐给谁 对 你公布出来吗 或者你就讲 那今天出来对记者回应说 他将来钱会捐出来吗 对 那不要说先前没捐嘛 好我们来算一下这笔账 黄黄晴在脸书上 连续炮轰了好多篇文章 所以观众朋友有兴趣 自己上去看 不过黄黄晴主要讲的重点是 当初这本书哦 这个草率的写 快快的写 所以呢 他跟李嘉芬之间 本身应该没有合约 但是作者是黄黄晴 那出版社回应他 已经卖出超过三万本了 所以换算起来 他们算版税 大概超过150万了 黄黄晴说李嘉芬 贿了20万给他 所以黄黄晴的推演是 其他130万可能是李嘉芬拿走了 李嘉芬今天对着媒体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账上十拿98万 没有150万 然后这98万当中 我会给这个黄黄晴20万 那我们来算一下这本乙账 这本书定价350块 江湖行情 中华民国现在出版行情 有知名度的人出书 行情版税大概15% 那有一些这个超级畅销书的作者 会把版税再拉高 可是以黄黄晴当时出的这一个 李嘉芬跟韩国瑜的书来讲的话 15%是合理行情 所以一本书抽52.5块 是合理行情 再来52.5块 如果一共卖了3万本 版税总共累积到现在 150万左右 是合理行情 然后李嘉芬说 他实拿98万 以李嘉芬来讲 他们家的个人综合所得税率 出版方可能会预扣10% 再来中华民国现在有二代健保补充保税 那版税收入还会预扣2% 所以税前如果版税100多万的话 那税后李嘉芬可能实拿98万 好 那创下 这件事情的真相 很有可能第一波的版税 李嘉芬拿走了 李嘉芬也没有捐出来 然后李嘉芬跟韩国瑜 放着这个偏激韩粉去洗黄光晴的版 所以黄光晴觉得假人假意很恶心 黄光晴很不爽 他很不爽 而且他就很开始又讲说 讲了那么多的时候 黄光晴就问一件事情 你一天被3000通 3000通的留言在边攻击 而且都是这么难听 结果呢 为什么他今天又会再讲 就是还是一样 就是昨天的假韩粉退赛 对 他说你在这个时候 你都已经拿到你要的了 你已经要了以后 然后你就开始用尽则丢嘛 这些人就叫假韩粉了 跟你都没有关系了 所以黄光晴就觉得 跟着月亮走 觉得你是伪善的 那我再问你啊 政治人物给这一个作者写书 在台湾都不是新鲜事 上个月内清德不是也才刚出书 给郭琼丽出嘛 那李登辉有很多书哦 这个都很多这个 台湾的资深的记者写过 多数时候政治人物 给这一个媒体人的背景出书 通常版税江湖行情 也都归当事人赚稿者嘛 通常其实在著作权法里面 著作人格权 还是属于那个赚稿的作者 对 然后说版税呢 往往政治人物呢 他其实就是你帮我写这个书 我要拿去发送的 去造势的 所以政治人物有很多时候 不但是没有拿那个版税 所以他就一下子一百万本 两万本的买下来 他要去发的 所以很少我们过去的时候 写这种书的 有政治人物 还要去抢版税的 去拿版税的 是几乎是没有这件事 他用李嘉芬的说法是说 因为光琴说他不要 所以他就好吧 那就是给他 那给他你就应该 就是原来大家理解嘛 光琴的理解就是 你应该去捐公益 但是你现在就是说 将来会捐公益 跟着落差就非常的大 而且最奇怪 最奇怪 如果我跟文家那边 跟我聊的时候 他们觉得最不能理解的事情是 你干嘛要把电子版 原版拿走 你干嘛要准备海外版 虽然李嘉芬说 现在没有海外版 但是如果你要拿去干什么呢 很少他们在过去 光琴写了很多书 也帮很多政治人物写过 但是你要拿去海外版 这件事情是他觉得 最不可理解的 因为海外版 如果中国大陆 如果中国大陆 现在还是像过去一样 对韩国瑜这么的捧的话 那你到中国大陆去 那你的版税 可是以现在台湾的 不知道是用几十倍在计算 好所以我们再讲 如果黄光琴没有曝光这件事 其实黄光琴一直以为 李嘉芬拿走的版税 是要拿去捐作公益 对的 然而实际上也并没有 是的 就是你先前在选举的时候 站在那么庶民 站在那么光明 可是呢 最后呢 怎么会觉得说 你的面貌 跟你先前告诉我的 在我帮你写书 跟你们访谈的时候 截然的完全不同 好我们广告之后立刻回来 拜拜